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8月18日 20230设计式赢赞正在火车里面当中 今天给他会介绍的是 女子十米气手枪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会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江南星 江南星曾获得东京奥运会 设计团体金牌等等 今天的江南星年已才只有23岁 可以说也是我国设计的后期执秀 最终江南星以239.8环逆转满 本场比赛江南星的最大接踪对手 就是来自我国的天才少女李雪 比赛个时候李雪第一枪 就打出了10.6环的不错成绩 正在第一位 而江南星第一枪只打出了10环的成绩 结果在第三枪中李雪就爆发了 这枪李雪打出了10.9环的满环成绩 在十米气手枪中 想要打出满环的成绩也是非常难的 可见李雪的状态有多么好 而江南星只打出了10.3环的成绩 前五发结束李雪以51.1环为止版售 而江南星以49.8环只排在第四位 结果在第六发中江南星终于也爆发了 这枪江南星打出了10.8环的进满环成绩 而李雪打出了10.4环的成绩继续零炮 不过在第七发中江南星方会有点失常 只打出了9.6环的成绩 在第十发中江南星更是只打出了9.2环的成绩 这也让她的排名瞬间下滑了 而李雪则显得更加稳定一些 第十花打出了10.8环的成继继续零炮 前十花结束李雪以102.2环为止版售 而江南星落后2.5环只排在第五位 结果江南星开启了自己的疯狂吹风模式 第十三发的时候江南星再次打出了10.8环的进满环成绩 继续去迫近分叉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第十五发的时候江南星再次打出了10.8环的进满环成绩 而李雪的状态略微出现了一点起伏 但选手们完成第十六发射击后 江南星以161.3环逆转处在第一位 而李雪落后0.1环处在第二位 比赛进入前三名的淘汰赛阶段 李雪第一发只打出了8.5环 虽然第二发再次打出了10.8环的进满环成绩 但是无奈惨遭淘汰只获得第三名 在最后两枪中江南星发挥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打出了两个9.9环力压对手的8.9环和10环 最终江南星以239.8环逃过 而李雪获得第三名 从第五到第一 江南星也上演了金天难力一撞 而全场打出三个10.8环的进满环成绩 也是她的自首获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看见领域赛设 由我大双的家庭吧 我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